超巨型游轮 从日本石原岛出发 这艘全亚洲最大游轮 地中海荣耀号 首发来到金融港 走进船舱 6万多颗奥地利水晶 打造了大厅 长80米的香榭购物大道 还有超高滑水道 游泳池及各种运动场 应有尽有 地中海荣耀号 总盾位数17.2万吨 长315公尺 还有19层甲板 2200间客房 号称是超级豪华 荣耀号4号上午7点 就停靠金融港 带来了4000名旅客 展开半日游行城 第一站就选择 最熟悉的台湾 游客很开心 高中经理还有船长 交换名牌 地中海荣耀号 首次来台 港务分公司 特别与船长 进行交换名牌仪式 今年金融港务分公司 我们非常的用心 我们先前去拜访过台北市政府 也跟机动市政府合作 对于游轮到港以后 旅客岸上的一种旅游 自由行的一种旅游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种讨论 那机动市政府在今年呢 他们在每个行次 游轮靠拨的时候都会派志工 来做导览的一种引导 同时也提供这种观光巴士 在游轮的靠拨码头 提供观光巴士 让旅客能够及时的 也能够搭乘这种观光巴士 在基隆市来旅游 那同时呢 他们也推出所谓的一个 散步地图 能够让旅客下船以后 就能够很快的 在基隆港的周边 去步行 在步行的距离之内 就能够去达到 基隆市要去推广的一种旅游景点 荣耀号预计明年1月 将营运基隆纳坝双母港航线 业者对台湾的游轮市场很有信心 因为它是用双母港的概念 从基隆跟冲绳 所以基本上也会带 很多很多日本的旅客进来 那一艘船 尤其MAC这么大的吨位船 可以容纳5800个人 再加上他们的船员 基本上等同一次就 200多架的A350的飞机进台湾 所以相对的我相信也会带动台湾的知名度 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观光产业 也会增加在台湾的消费力量 台湾游轮市场因为疫情停摆两年 今年国际游轮重返台湾 也针对不同的客群提供各层级的游轮服务 在疫情前跟疫情后的话呢 我想有不同的游轮公司进来台湾 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有在安排这所谓的 不同的分重的市场 比如说是高端的 那高端的话 其实在这个17万顿的船的话 它其实有高端 它也是有这个套房 它的套房的话也是有一个叫做地中海的俱乐部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能够来尝试看看 那未来的话呢 当然现在目前其实在市场上面 除了是说以台湾为母港之外的话 那还有所谓的这个极地的旅游的话 也是相当的顺行 金融港务分工事统计 光是今年游轮就预计有176航市 57万女次来台 将带来300亿的观光产值 象征台湾游轮正在复苏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